在哪 中火了 中了中了中了 嗨大家好我是林佳鱼妹 看到我后面这一个大坑了吗 这个至少有几百坪的大坑吧 这个是养殖场这里面退潮后 它会形成的一个超级大的水坑 然后它这里面鱼特别多 我今天带了工具过来 今天准备来这边抓鱼哦 这个是抽完 这个是饵料 这个是鱼钩鱼绳 这个棍子就是我今天的钓鱼竿 庄业的钓鱼竿我实在买不起 像这样子给它挂上 这个一定要绑紧 不然到时候连鱼钩都没了 看我这边讲话 你看那边水泡上来了 庄业钓鱼人 林佳鱼妹 看土就这点好处 哎呀我应该多准备几根钢了 就一根钢 啥时候能种货啊 真的是 哎 现在就等鱼上钢了 找个地方坐 这钓鱼啊 讲究的就是一个耐心 这回一定要安静 不然鱼我感觉它都不肯上钢 你看那边 你看那边 我刚才下面看这边有动静了 空的 我的耳料全被吃了 看我的耳料被吃光了 吃光没事 代表有货 我给它再算点耳料 我这等了都半小时了 为什么这一勾就是没动静了 你看这绳子稍微有点动 会不会是崩啊 这也不清楚是不是中火了呀 哎 感觉好像不对劲啊 你看 感觉有点不对劲 有点不对劲 不知道是不是中火 啊中火了 中火了 有没有看到 一条鱼 在哪 在哪 中火了 中火了 哇 中了 中火了 这两车 别给它溜了 哦 它藏在那边了 有没有看到 上 上来吧你 哇 野生了 不愧是野生了 虽然说这个是养殖场内部 但是这个养殖场 它那两个门已经那个了 已经 已经 已经没有拦住了 那样 这两个门已经没有拦住了 所以这海水 涨潮的时候会涌进来 这应该是野生的 你看这一个 长不长 如果是养殖的 鱼鳍只会这么短 这一条是野生的 而且还挺白的 哦 中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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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鳍终于中火了 太兴奋了 来个河影 我钓了几个月的鱼 今天是 上钩了 上钩了 鱼鳍 它一直在转圈圈 一直在转圈圈 一直在转圈圈 好兴奋 我真的好开心啊 终于中火了 看 一条还挺大的 是一条那个黑雕 继续 拿我的耳料 这肉很扎实哈 给它穿过去 这一定要穿到这里面来 雨下多多 赶紧 中火中火 走 我们一盘乘凉去 继续等 看到那边吗 闹了个黑黑的点 有没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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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还喷水 这么吃肉肉的调棒哦 现在太阳倒是 越来越晚下了 几点了 哦 都五点了 该回家不晚饭了 我在来这边 吊了两三个小时了 没货的话就算了 回家回家不放了 没中货 空钩被鱼吃了 钩子 哎呦 钓自己了 擦我自己的手了 最后一步 钓个邻家鱼 没回家 要不 哈哈 没有空钩 算了算了不钓了 我们 我今天就钓到了一条黑雕 就钓到一条黑雕 再捅你 我现在都收好了 今天就钓到了一条黑雕 我感觉有一斤多 还可以 那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了吧 拜拜 我下次再来一条 我下次竹竿多准备一点 期待我下次的大雅分手哦